据知情人透露,汪峰张子怡确实离婚了,女儿归汪峰,儿子归张子怡,此事引发网友热议,纷纷猜测起两人离婚的原因。 10月23日下午,张子怡与汪峰官宣离婚,而就在两天前21日下午,张子怡汪峰离婚仪式被曝光前,看到张子怡独自一人现身超市选购蔬菜。 她身边只有袭击陪同,却不见汪峰和孩子的身影,显得有些孤单。 张子怡戴着口罩和帽子遮挡着脸部,似乎是没化妆,眼神看上去略显疲惫。 她拿着两颗菜放到司机的购物框里,接着又转移到其他地方,一边逛一边低头看着手机。 当天张子怡一身宽松黑色装扮,戴着围巾帽子非常保暖,她化着淡妆,头发也未有修饰,散在脑后。 她在蔬菜区拿了青菜和南瓜,能看出来饮食状态非常自律,她不时看手机聊微信,感觉还是非常元气满满。 张子怡仿佛在等谁的消息,不停地看向手机。